每天都要吃生的 有時候你可以切片切絲 在文窩那裏看下它炒菜這樣吃 但是生食就更直接 而且它的營養補量得更好 那我們舉一個例子 我們都很講究口腔衛生 經常刷牙 是吧 注意我們經常刷牙 都有牙的不衛生 或者牙的某些疾病 尤其是我們經常刷牙 有沒有留意到 我們都會有很厚的牙疚 你想想我們經常刷牙 都有牙疚 我們的腸和胃壁 是幾十年到現在 基本上你是沒洗過的 除非你是有些出門人 或者有收到的那些人 有這樣的套納或者什麼東西 曾經有些人用這樣的辦法 就是吞一些沙布進去 幾個小時才拔出來 拔出來的時候 是整個屋人要先出去的 臭到不得了的 而且那些人 能夠有這樣的本事的人 實際上已經是 收道家、練氣功的人 他就是這樣來洗他的胃壁 其實不要搞那麼糟糕 尤其是我們有些人是灌腸 有些人不需要搞成這樣 你吃蘿蔔你洗過那個腸就乾淨了 怎樣乾淨呢 要你的大便一蹲下去 一聲出來 頭尾都是這麼長的 而且呢 你注意一下 不要沖水著 是浮上來的 那你一定是健康的 你不用去免費驗身那些 吃蘿蔔 吃蘿蔔 整隻蘿蔔吃 你皮一定要連皮 當然你不一定要整隻吃 可能一隻可以整家人分享 但是你綠色那部分 和白色那部分 要吃正比 這個是一陰一樣 那我們的腸胃從來沒洗過 我們的胃壁是很厚的 很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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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吃多少 我沒有定的 你喜歡的 你願意的 你吃多一點 按道理 一個星期吃一次 最少 這個不多 一個季度左右 是幾個星期 就是一年吃十次左右 浩洛巴不行 你可以吃紅蘿蔔 但是你取代不了白蘿蔔的作用 青蘿蔔入肝的 白蘿蔔是由你的鼻 由你的口腔 到你的肺 到呼吸 到大腸 是通的 因為肺 白蘿蔔是入肝的 是很難 你要有思想準備 你的鼻涕 那些都是你的毒 會流出來 所以你忍住 那不要緊 不要緊 你有時內地有的 少就少 不要緊 不要賣太大的 沒有了 不要阻礙大家了 好 多謝各位 謝謝